這次玩完了 媽, 你幹嘛又玩完了? 今年你已經第N次玩完了 我這次真的玩完了 我的強積金, 今個月虧…虧了 你搶著這麼多金條 會不會因為這幾個月金價跌了 而覺得自己輸錢? 不會, 金條在我二十年前開始 你供金會時慢慢儲回來 買入價總比現價低, 最多賺少一點 強積金也一樣 暫時以平均買入價和現價作比較 不是看基金價格單一月份的升跌幅 因為你一直用平均成本法 每月供基金 低價的時候其實買多了貨 供了這麼多年, 現在升上不少 其實不一定會虧錢 除此之外, 有什麼方法可以分散風險? 就像你煮菜一樣, 有客人, 你會怎樣煮? 大家口味不同, 要毋毋滿足 羊羊也要煮一點 有中式、有西式 有菜、有肉、有龍、有淡 分散投資 說得對, 跟投資一樣 要低風險就要分散投資 市場上大致有四種股票基金 單一地方股票基金 地區性股票基金 環球股票基金和行業基金 理論上, 投資地區分佈越分散 組合持股數目越多, 越有做分散風險 總之一句說了 要懂管理強積金 就一定要懂得看貴度基金概覽 和權益報表 會對你有幫助的 那在哪裡找到? 上售貸人網頁登入自己的強積金賬戶 就有齊齊了 想了解自己買那隻強積金基金 賺錢還是虧錢 應該將平址買入價和燃價作比較 不要只看個別月份的升跌了 上售貸人網頁登入自己的 賺錢自然會 而言 上售貸人網頁登入自己的 我們下售貸人網頁登入自己的 回賺人網頁登入自己的 只有2這麼人 內心 身被想要去 我會判佩戴